小门主 谭玲 你竟然还有脸号令我们八旗门的人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在挑战赛上输得一败涂地 丢进了我们八旗门的脸面 什么意思 我说你根本不配当门主 我哪是受人算计 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受了伤 你就可以占尽先机 我就算受伤了一样能疑你 行啊 爷在爷爷面前动手 多尴尬 他老人家在天上看到 该有多伤心啊 你说是吧 蕭门主 好自为之啊 师叔 一路辛苦 门主 等除掉了魏储 就该轮到你了 更大的惊喜 还在后路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就该轮到你了 更大的惊喜 谭林你还是老样子 上车 这是定金 代师叔助我走上了八起门门主之位之后 还会有一部分人的酬劳 拿到师叔为您的账户上 我助你坐上八起门门主之位 只是念在这两年 你是家中唯一一个还记得我的人 这些钱 我不过是顺手拔的吧 在外面漂泊久了 我很想回家 什么八起门门主之位 虽我根本不在乎 但是 我要拿回我应得的长老之位 如何 师叔可作证问八起门 师之 当然愿意 那事不宜迟 赶紧回去让我看看如今的八起门 被你们这些小辈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是 方兆天 你还敢回来 果然哪 两年没回来 一点都没变 软弱无能 如今我已经改名叫王兆天 早就已经 跟方家划清了界限 现在我回来 只是为了我侄儿能做上门主之位 探礼 门主旧伤未遇 还在闭关 你就在这胡作非为 当初就是因为他 企图夺权 使得八起门大乱 幸亏你父亲身名大义 辅佐萧门主把他赶走 现在你又把他请回来 你这不是把你爷爷的心血 毁于一旦吗 难道你们真的认为 萧孝能够带领八起门走上巅峰吗 各位 想必你们都已经早有耳门 咱们萧门主在挑战赛上的表现 在大庭广众之下 让我们八起门丢尽了颜面 现在所有人都在传 咱们八起门 比不上他们太起门 这 就是你们要追随的门主吗 探礼 萧孝乃方济指定的传人 你父亲当年都服从安排 哪轮到你待这里搬弄是非 谭林来方济直系这次 他不传谭林传给萧孝 这是什么道理 现在我只认谭林为八起门门主 你们有谁不服 老东西就该被淘汰 八起门也需要改变 这件事早就该这么做了 吴兆天 要是方济在天之灵 看到你这么胡作非为 你又能耐我 注射 方济 谭林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了吗